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读书的妮妮 今天我们朗读的散文是 人抬人,人比人,人采人 一起来听 俗话说,肉有五花三层,人分三六九等 你怎么对别人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人与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的 人抬人,成就人 曾国藩曾说,人抬人无价之宝 水抬人万丈之高 与凤凰同飞,必是巨鸟 与虎狼同行,必是猛兽 如果你是周围人如草戒 被一群草包围着 你也只能是个草包 三十五岁的张小斐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 默默努力了十五年 这十五年间,他跑过无数次龙堂 受过无数次嘲笑 一位制片人曾指着他说 你有没有觉得你这张脸有点什么问题 张小斐听完深受打击 一度怀疑自己是否应该转行 在人生的至暗时刻 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 贾玲 贾玲请他演小品 请他拍电影 在张小斐默默无闻的时候 把他介绍给全世界 一部你好李幻英 票房突破五十亿 刷新多项电影记录 让贾玲成了全球票房最高的女导演 也让张小斐成了影后加深的大女主 卡奈基曾说 一个人的成功 百分之十五靠自身奴隶 百分之八十五 取决于良好的人际关系 真正内心强大的人 从来不需要贬低别人 来抬高自己 互相搭台 路财好走 人静人高 方能成就彼此 人和人之间 护台远比护彩 更有意义 很多时候 为别人搭桥 其实也是在为自己铺路 人比人 弃死人 老话说得好 人比人 弃死人 命比命 弃成病 人一旦开始攀比 注定赢不了 因为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永远有人比你更优秀 一天到晚 老想着跟人比 总有一天 会把自己 起出病来 庄子中 有这样一则寓言故事 独角的魁 对多角的弦说 我只有一只脚 你却有那么多只脚 太让人羡慕了 多角的弦说 这有什么 你看蛇 没有脚 也能走得快 才让人眼红 蛇说 这算什么 风连身体都没有 却从南到北 来去自由 风说 我是自由自在 但是什么也看不见 不如眼睛 什么都看得到 眼睛说 我虽然看得见 但目光所及 毕竟有限 还是心比较好 什么也不用看 却什么都知道 心听后笑了笑 什么也没说 我们都是平凡人 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别人骑马 我骑驴 仔细思量 我不如 回头看见挑脚汉 笔上不足 下有余 人与人之间 本就没必要攀比 每个人的生活 都不是完美的 一个人这方面比你强 另一方面 却不如你 拿自己的短板 去跟别人的长处比 那是自寻烦恼的行为 林语堂在老子的智慧中所说 做自己的梦 走自己的路 顺应天性 快乐洒脱 该是你的 终究会来 不该你的 强求也得不到 与其羡慕别人 不如过好自己 没有如意的人生 只有看开的生活 人踩人 毁了人 培根说 人可以允许一个陌生人的发迹 却绝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上身 你可以过得好 但不能过得比我好 这是典型的弱者心态 你永远不会知道 生活中看似亲密的人 背后对你抱有多大的恶意 2019年 浙江省三位考生 高考志愿被人篡改 警方通过侦查发现 作案者是三人的好朋友 陈某 陈某得知三位同学成绩出色 唯独他自己不行 担心被取笑 以朋友之便 获取三人身份证号和密码 篡改志愿 目前浙江省考试院 已修正三人志愿 陈某被行政拘留十天 这样的人 眼光缺长远 心胸却开阔 脚下缺方向 有些错误不能犯 一旦犯下 就再也无法回头 很多人都听过螃蟹效应 一只螃蟹放进筐里 不加盖 很快就会爬出来 几只螃蟹放进筐里 就算不加盖 也没关系 因为每当有一只螃蟹 想要往上爬 其他螃蟹就会把它拉下去 再狠狠踩在脚底下 俗话说 斗则伤 何则利 同类之间 互相挤兑的结果 就是最后 谁也别想好 凡尘俗世中 你有你的苦 他有他的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 哪怕无法相互体谅 至少 不要彼此为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